部長 好 來 我們 My Deacon 部長 有請部長為我們致詞 部長好 嘿 大家好 真的很高興可以來這裡 所以正式錄影的時候 口罩可以拿下嗎 好 真的很謝謝 就是我們所有的 包含我們的各個主辦的 參與的單位的朋友們 我們的工協會的理事長們 我們所有的董事長 總經理 然後跟 一起來這邊功向盛舉 AI Day 的大家 那 我不想就如同剛剛主持人 所說的 這確實是數位部 成立以來第一個以AI 為主題的大型的活動 那作為這個盛會 我覺得 接近一百家就是 大家的功向盛舉讓我們看到 這個不是只是AI 應用的交流而已 而是讓 全民都可以了解到 AI跟我們的生活 可以有怎麼樣子的關係 而且也可以讓各領域的先進們 在這邊分享我們最新的一些 研發的成果 那根據IMG就是瑞士的 洛杉磯管理學院 在9月28號才剛發布的 台灣的這個排名 在世界數位競爭力的評比上 我們是在六三個 主要國家跟經濟體裡面 排名第十一 這是歷年來次加的表現 而且有八個指標 是全球前三名 顯示就是我們在這個 世界級的數位實力之上 來發展我們的AI相關的應用 那我們AI發展的方向 也是朝向著所謂全民化的 這樣的方向 意思就是說 是跟我們的民主政體一起 來蓬勃發展 來回應社會的需求 而不是說強求這個社會 要受到AI載制 那個可能別的政體這樣子做 但是我們不會這樣子做 我們的說法呢 我有一個講法叫做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慧 那意思就是說 在不破壞我們的社會價值 跟常規的情況下 去運用人工智慧 那這個概念呢 其實就是我小的時候 有一本 當時還叫做小叮噹 現在叫做哆啦A夢 的漫畫書裡面 所揭示的那樣子 就是好像AI跟我們的關係 就好像 哆啦A夢跟大雄中間的關係 也就是AI一直都是在 輔助的立場 那人才是主體 那我想只有當大家都能夠 很輕鬆地運用AI 而且進一步了解 而且參與AI 所謂的community governance of AI models 就是AI的這些模型 是能夠由所有在使用的 這些社群 一起來進行資料治理 那這樣子才是讓AI 來配合我們民主社會的價值 那我們台灣政府 在2018年開始 推動的AI行動計畫 就是沿著這個方向 那當然無論是人才產業 法規、場域、機制這些面向 都已經看到相當好的成果 這也是今天在AI所展現的 好比想說 在人才培育上面 剛剛東元的朋友跟我討論到 這個以戰代訓的模式 也就是讓實際的傳統產業 來提出來說 到底有哪些痛點 需要AI來解決 所以不是大家在 就是解一些 好像練習題 一樣的一些抽象的 一些題目 不是說好像AI 自己自成一個產業 而是說 在產業 AI化 的過程裡面 跟各行各業 去帶動大家的 數位轉型 我想這個是特別重要 那當然 在國際上我們也很高興看到 包含今天AI Day 或者是11月的Deaf Day Asia 也會跟微軟 以及其他的國際夥伴 一起來共襄盛舉 來促進我們連接 全球的開發的這個社群 那今天剛剛看到 我們這個真華書長 產業書長也在這邊 那所以我們的 數位部裡面的這個 產業署 它是我們那個 MADA的這個轉子 就是要同時轉動 各行各業 那在這個轉動過程裡面呢 我覺得 產業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是只是說 好像 把大家最新的這些科學 技術研究發明等等 普及到社會上 同時也是收集社會上的需求 來讓我們這些做研發的人 知道要往什麼方向來做研發 那當然我們也做了很多 像在前瞻技術建設裡面的 數位人才催煉計劃 也是跨國的人才計劃 也是以AI智慧 對應用人才作為最主要的 這個培養的方向 那當然大家也了解到 我們在台灣 軟體硬體這個互相協助 軟硬整合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們今天也可以看到 超過50種的AI應用 是在軟硬整合這個概念裡面 所提出來的 那我們也engage 我們也讓我們的創投界 超過20家的創投集結起來 來協助新創來取得資金 那甚至也不只在台灣 也有一些已經很成功的到日本 其他亞洲國家 取得了相當好的市場上面的肯定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推出 第二個階段 就是以AI全民化的深化為宗旨 的新的就是台灣的AI的行動計畫 那在這裡面 我們包含多元創新的應用 數據公益 就是data altruism 資料治理 AI的倫理 法治等等的這些政策 我們也會跟上這個先進國家 歐美的這個腳步 跟他們一起來去研拟 讓AI怎麼樣子更加促進 我們的民主的發展 我相信在產官宣言社 各個社群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的技術發展 跟我們的社會的發展 可以企圖並進成為國際上面 看到AI怎麼樣子促進 一個更好的未來的新的動力 那最近我接受 BBC Hard Talk的訪問 也有提到說 在大家齊心協力之下 這個Made in Taiwan MIT的T 其實也是trustworthiness 就是值得信任 值得信任 值得信賴的意思 那讓我們一起 往這個方展 來發展 那也希望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謝謝 謝謝 我們的導演部長 有請部長 回座休息 跟我們一起參與 接下來非常精彩的 今天的AI Day 2022 也謝謝部長 特別在百忙之中 來到現場 和我們大家一起參與 今天這一場盛會 在兩家中 有明相片